张博之带用人逛街买零食。自爆一口气吃三个套餐,饭量巨大太吓人。 近日,张博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带着家里用人一起逛街购物的画面,当天张博之脸上戴着遮阳帽和口罩全副武装遮挡十分严实,如此打扮站在超市中的张博之看起来的确很有家庭妇女的感觉。 最后张博之还晒出了和好友一起外食的视频,并且还配文表示吃了三个餐,是套餐,作为一个女明星而言,张博之的饭量属实有些夸张吓人。 当大家都认为保持身材就需要严格控制食量时,张博之又告诉大家自己每天睡前都必须要吃宵夜,而且他认为自己是越吃越瘦,每天吃完就睡不仅不会变胖,还能够成功减肥。 先不论真实性如何,这样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值得模仿。 当张博之谈及自己的运动量时,他又开始进行了一番非常夸张的描述,他表示自己一天要运动4到8个小时以上,先不讨论这个数字的真实性,正常人连续运动这么长时间,估计健康都出现问题吧。 明星需要一些比较大胆的言论来吸引大众注意引起讨论,这都可以理解,只是一些过于离谱的发言还是难免会引起反感,用奇葩且具备负面引导的表述来试图博眼球,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。 明星需要您的支持明星